詞曲 李宗盛 是不是經常看到永春在桌子上打 但永春為什麼喜歡在桌上打呢 歡迎收看有點好看系列之 你不知道的永春 我是易陽 跟著我帶你一起來了解圓桌上的永春 這個叫什麼圓台 我這個是叫八線桌 這個是永春特有的一個比武方式嗎 任何的門派都可以在一張桌子上比武 所以圓桌比武並不是永春全創出來的 也不是永春獨有切磋的一種方式 我覺得很多人是誤會的 在《夜問2》裡面有這個場景 做電影方面其實你如果看《敗家宅》 就是原表演演《兩戰》的時候 也是講永春的戲 所以他訓練在一個更小的一個方塊的一個桌上 那個年代就是 《魚龍混雜》 對吧 《魚龍混雜》 《魚龍混雜》 哦 混雜 大家都在搶飯玩 所以呢 他們通過這種比武切磋的方式去顯示他們的實力 還有也是為了加強難度 所以他在桌子上比武也是很有觀賞性 對 也是在香港也確實舉行了這些在八線桌上的比武 誰先從這個桌上掉下來就算輸 所以在一個非常局限的場地 然後可以發揮出永春的優勢 對 永春的東西一直都是看它是一個比較 其實小幅度的一些動作就是在小空間裡打得比較合適 永春那個時候其實拿過了很好的成績 所以可能在電影螢幕中他們就老設計是在飯桌上打 也就是因為這些可能很多人會覺得 哦 永春就是這樣子比武的 它是一個我們永春的傳統比武方式 其實不是 因為那個時候那些比武的方式 其實我們也沒有這方面的紀錄 就是沒有沒有視頻紀錄 我相信應該是真的 不然他們不會做這個訓練工具 了解它的歷史 了解就是為什麼是這樣子比武 其實就知道不要想到 你學永春來我們比一下 然後就來把這些菜弄開 然後直接踩上去打 打開好看視頻APP一起圈一下 圈出有用的知識點 圈出有趣的新觀點 萬物皆可圈一起來體驗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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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